根据国民健康署106年 儿童青少年势力监测调查结果显示 幼儿园小班近视盛行率为6.9% 到小一达到19.8% 小学六年级更高达70.6% 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是近视的危险因子 因此建立良好的护眼生活习惯 要从3010 120日常护眼原则开始 首先他就是小孩刚出生的时候 小孩的视力其实眼睛 眼睛其实还没有长好 所以其实在1到3岁的时候 家长应该要避免小朋友去接触一些 太亮太刺激的荧幕 像手机电视之类的 然后等到他大概4岁附近的时候 小朋友4岁附近的时候 谁让你教他会比视力测量表 就开始应该要带他去检查 他第一次的视力检查 因为那时候眼球大概长好了 然后经过第一次的视力检查 除了看看视力有没有问题之外 还可以像我的朋友 有检查中弱势的 还有邪势的 然后可以尽早发现尽早处理 那对小孩以后都是很好的 然后之后呢 就是如果小孩都是正常的话 就是每半年我们固定上 每半年找医生检查这个视力 那最重要的是之后小孩长大了 我们要让他有很好的用眼的习惯 那就是刚才意思意思 只想要的3010 120 就是每30分钟休息10分钟 还有每天带小孩到户外去尽量跑步 那我的小孩现在的状况是 他们看电视或用电脑荧幕的时候 只要我喊30分钟10分钟 他们就有点崩溃 但是我还是有这点坚持 那关于120分钟到户外 我是尽量 因为现在疫情关系 还是不是很方便带到户外 但是因为每次去 那个医师的门诊 医师连你跟他说 医师再见 走到门口 医师还是在说 每天120分钟跑出去外面 放一放放风走一走 对 所以我还是尽量记住这件事 然后努力做到 那最后呢 我要说一件事 就是虽然近视呢 现在可以靠雷射手术来 把它破除 就是它是一个病 然后好像是说 用雷射手术可以来治病 但是我还是想要说一句广告的话 就是天然的最好 受到疫情影响 儿少线上远距学习的时间 及使用电子产品的机会打增 国民健康署举行 儿童护眼活动 呼吁家长帮助孩子 培养正确用眼习惯 及增加户外活动 维护孩子的健康实力 那我老大是8岁 小的是4岁 那我通常 我都是在他们4岁附近 就开始在他们每半年 都会去做视力检查一次 那其实我们状况 一直都维持得不错 那直到去年5月疫情的关系 在家里关了2个月 然后就直接放属假 然后等到开学的时候 他就收到学校的通知说视力不行了 那10月的时候 我们去找无医师做检查的时候 就发现小孩的那个视力啊 就是他那个原室储备已经有点不够 脑大小的还维持正常 然后经过一次的建议呢 我们开始使用低浓素的散酮剂 每天第一次 然后我们希望能维持它的原室储备 那3月的时候 今年3月我们有回去再回诊 那状况是维持住的 那当然会感谢我们 各位喜欢的朋友 一直找潜力的来帮我们满的 那我们也跟教员部 一直在合作当中 教员部做健康的促进来 保护我们的势力 一直在努力找到 但是我想我们的一些调查的数据 我们看得出来 右眼那些小班的 大概近视的比例 大概是将近7%左右 我们的申请率 到了右眼的大半 大概已经将近9% 大概将近一成 所以我们发现到了小一的时候 短短的时间到小一 大概将近一样成的有近视 那更可怕是到了 国小六年级小六的时候 见了将近七成的人 都是有近视的 所以这样的数字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担心 但是我们一年都是非常重视 我们的肉眼 就不宜 尤其是跌掌 来做眼睛的保护 也重视 眼睛是我们的灵魂注册 一辈子的话跟着我们就看到各种的学习 所以近视它是一种疾病 所以告诉大家说近视是要治疗的 所以我们也在鼓励家长 希望能够小朋友 不管用的要坚持 我们就希望你每天至少要到眼科 在一边来做视力的检查 至少一次的或者两次的时间 能够到眼科医师来帮忙 来做眼睛的一个视力的一个进化 或者眼睛的一个状况 来做一个检查 能确保小孩子眼睛的一个重要性 当然我们这样子更呼吁大家 为了保护小朋友的眼睛 特别这两年里面来讲 后面的疫情 学校采取视讯的一个上课方式 小朋友就是用视讯来学习 就跟这个赛季产品接在一起 所以可能眼睛的使用量就过度 所以可能会增加 所以特别又是现在暑假来的 现在已经来临 所以大家在暑假的期间 当然我们在这里呼吁希望保护视力 跟照顾应该 就是希望说 我们每天家长要帮忙小朋友 大概希望他如果没使用眼睛 看东西 专注的看一件事情 那么使用30分钟以后 那么希望他能够休息 那希望每天能够带小朋友 在乎完之后 就至少要两个小时 就是一大二十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结尾今天的记者会 希望大家呼吁我们家人 重视儿童的视力保健 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眼睛 眼睛也好 我们的光明的一面 这样国家才会变得很进步 那我想国建署跟国教室 长期以来对于学童的视力保健 一直都是共同的目标 那我们也一群的国际署 在专业的建议策略上面 我们也在校园里面推行 那我们从99年开始 我们就引进实证医学 也就是拜托高雄长征的 我们主任要长期以来 我对于儿童视力保健 有很深刻的感受 那这过程当中也做到 也可以学会很多的方法 其实我们很多专业资讯 也是透过一份学会 来这边来协议 那当然我们在校园里面 刚才博士长也跟大家做了一些说明 我们推动的策略 我们还强调近视是疾病 那或许大家可以透过各种矫正的方式 戴眼睛一些色 或者是等等的一些矫正的方式 来让视力变成是正常 但是他疾病还是存在 他并没有办法治愈 你说他病灶一直都在那里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权状 大家会去忽略 那这几年其实很重症的个案 其实每每听到 我一直在讲说他在门诊当中 有可能看到很年轻的学子 因为高度近视而引发 视红玻璃 甚至是失眠的这种状态 我们心里都会很痛 我想一直大家共同的痛 那这样的案例其实不断的在发生 我们也感到相当的危机感 所以在这边呼吁家长 真的是要每年都要带小朋友定期的会诊 这样也可以是透过眼底的检查 透过赞同的方法 看到眼底的状况 才能够知道孩子现在目前 眼底的状况是如何 实力能够改善 能够准确 这个近视的一个发生 那第二个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刚才 希望也并领大家一样做户外活动 那因此呢 我们推的是下课要进行 就是让小朋友下课出去走一走 走一走动一动 再进教室 这样也可以让下一堂课的精神会好一点 那当然整体一天加起来 希望你会达到120分钟的这样的护育活动的机会 但我知道现在其实是机会是越来越少 但是我们就是尽量去做 尤其在假日 大家目前的疫情也稍稍稍稍稍去好 那就带好口罩洗好手 那去户外比较空旺的地方 那当然去跑一趟 其实这一些都有医学实证 是可以减缓实力恶化的 那再来就是因为3D产品的一个 一个普遍性 可能还是接触3D产品的机会就越来越多 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一直在叮咛 幼脸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我是接触3D产品还是看书 或者是阅读等等 我们还是要维持30分钟 休息10分钟这样的幼脸习惯 其实从小朋友到大人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习惯 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忘了自己 所以其实吴医师之前也在议计说 我们又要在电脑上面设定一下 30分钟就让他暂停一下等等 其实我们也真的都是想过头 其实家长和我们国建署 和我们学校的单位 和我们也可以是 其实大家都一直在努力 希望把儿童近视的问题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解决 那为什么我们要非常重视儿童的近视 因为最主要如果说你的年纪越小 换了近视之后 当你年纪大了之后 你的度数会比较深 那到八九百度 你成年之后 你的度数还会持续的增加 那你在40岁以后是50岁 你有比较高的机会群王爷 有比较高的机会是我们玻璃 有比较高的机会 海内上会比较提早发生 当然在五六十岁的时候 你的是我们防弯部的减细度 防弯部会配化 所以让你的视力品质就会下降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一定要在儿童 他在比较年纪小的时候 让他的近视不要发生 即使发生 他的速度要减慢 所以我想这个是国建署以及教育部 还有我们很多眼科医师都非常希望能够驾驶 而且很多家长非常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那我们这一次呢 非常感谢国建署教育部 还有我们各位家长那么的关心 那我们眼科医师会在全力的支持 那当然最近疫情的关系 线上的功课上课比较多 那我们还是要提醒 近距离的阅读工作是一个最重要的进士 加深或者造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要为了就是说 这个让小孩子的历了太多的时间 可能会对他的历史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国建署 藉由这个计则会 让我们的家长们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那我们中华民国也可以学会的专科医师的会员 在各位家长的附近 那大家可以每年到这个 不管是学校的筛检 或者是有问题到我们 兼科医师的地方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筛检 得到一个非常完善的治疗 或者预防的建议 为了建立良好的护眼生活习惯 家长可以选择使用计时器 闹钟或电脑荧幕定时的提示等 提醒孩子用眼30分钟 休息10分钟 此时可愿跳窗外 原地踏步伸展肢体 上个厕所 勤洗手或帮忙做家事 都是不错的方法 并且协助孩子 维持每天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这次是治疗部下官 本君的提示 主力は